在2018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 它有观众最想看的劲爆福利 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 大家似乎都不在意这些细节了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就是这部神奇动画 哥布林杀手 刚从神殿毕业的女神官来到工会 想要申请当名冒险者 工会前代小姐姐得知后 拿给她一枚象征冒险者等级的牌子 冒险者等级一共有10级 最高的是白金 一般只有拯救世界的英雄才能够拥有白金等级 所以并不常见 其次是金级 但是一般民间最常见的最高等级 也只是影集 而女神官则是最莫及的白词等级 前代告诉女神官 工会明天早上 都会在这里暗时发布各种委托 冒险者可根据自己的等级 选择相匹配的任务 或者和其他有经验的冒险者一起组队 说话间一个男孩苦海搭讪 男孩是个剑士 他和另外两个女孩领时组了队 其中一个女孩也是魔法师 另一个是拳师 他们邀请女神官加入他们讨伐格布林的战队 不过剑士却觉得格布林这种小怪 他们四人足够将其惨评 女神官答应后 前代小姐姐却露出了担忧之色 之后 他们四个白词等级的冒险者来到了山洞里 女神官担忧还没有做好准备 可剑士却觉得格布林智商底下 蠢笨露珠 不用做什么准备 但下一秒 他们就被格布林包围了 剑士把剑而出 不要剑太长 在山洞里施展不开 魔法师剑撞 放出了火焰 谁知格布林人数众多 魔法师很快就倒下了 剑魔法师还在反抗 格布林拿刀朝他的腹部 捅了一刀 格布林的突然出现 让众人暖了阵脚 剑士的胡乱挥剑 导致女神师无法与格布林仅身搏斗 最终剑士被格布林乱剑同死 而女神师双拳男低四手 在被格布林打倒后又被扯去衣服 遭到格布林的误怒 女神官则趁机想要带着受伤的魔法师逃跑 可半路上女神官也肩绑中剑 再也没有力气抱紧魔法师 除了女神官被两个突然赶来的格布林围来时 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一个自称格布林杀手的人出现了 之间她手起倒落 就解决了这两个格布林 一边杀还一边数 走进时 女神官才发现她竟然是赢等级的冒险者 在杀手的帮助下 女神官得救了 但下一秒 她就决定要跟随杀手 再次走进格布林的脑巢 将他们绞杀干净 出发前 杀手将浑身都涂满了格布林的血液 原来格布林狡诈多端 对气味十分敏感 要用格布林的血液 才能掩盖住冒险者本身的气味 这样才能突袭他们 女神官尽管不喜欢这种方式 但也不得不照做 在杀手的精密布局下 女神官用咒语魔法 照亮了黑暗中的格布林 杀手则趁机偷袭了格布林 还有他们的统治者 萨满格布林 最后他们走进了深处 救出了被格布林玷污的女权尸 而杀手根据地形判断 找出了格布林幼儿的藏身之地 女神官心有仁慈 觉得幼儿无罪 可杀手依旧我行我素 将这些幼儿也杀了个精光 因为在他看来 这些幼儿成长迅速 皆是他们会吸取教训 再次找机会来伤害人类 企图报仇 这个一世界的格布林品类众多 有骑兵有王族 总而言之 如果侵蚀格布林的话 那么下场都不会太好过 他们的学习能力极为强大 并且雅兹必报 最主要的是 他们对人类女性极为眼馋 因为没有雌性 所以人类变成了格布林 繁衍后代的工具 杀手的残酷是有原因的 面对这种生物 绝不能受乱 而在解决好格布林后 女拳师就被送往神殿 而女神官按照杀手的要求 传上了锁字架 此后 女神官便跟着杀手 到处寻找格布林的下落 他们直接消灭格布林的委托 杀手仿佛对格布林有一种执念 原来 在杀手小失后 他的村子因为格布林的入侵 而生灵涂炭 年纪小小的他 还亲眼目睹了 亲生姐姐被格布林 玷污致死的过程 这才让他下定决心 要消灭所有的格布林 全村被图了那天 同村青梅祖母的放牛小妹 和他的叔叔外出 因此逃过一切 此后杀手便跟着他们恶人生活 三奶奶到叔叔的农场 杀手则以租客的身份 住在这里 他每天清晨都会将农场检查一遍 看看篱笆有没有松动的痕迹 即使没有 他也会再仔细地将篱笆给重新炸牢 他要确信 没有格布林出现过的痕迹 来保证叔叔和放牛妹的安全 接近杀手带着放牛妹 又来到工会接委托 所有人都很奇怪 杀手为何直接消灭格布林的工作 更有人嘲笑杀手装备奥救落后 不堪一击 甚至不配称为引起冒险者 但杀手并不予理睬 反而是等众人散去后 又结了被挑剩下的猎杀格布林委托 此次格布林分别出现在三处地点出现 而北面的山洞里 据说规模不小 杀手决定先前往北面 女神官跟随俄来 制定好计划后 杀手提前在山洞里放了一把火 女神官则利用咒语 将所有格布林锁在了山洞里 这样一来 大批格布林都被烧死了 之后 他们走进山洞 解决了网之鱼 所有就结束了今天的工作 各为各家 而第二天工会里 来了三个赢等级的冒险者 这是一个由森能族 矿能族 奇异族 组成的奇怪组合 听说格布林杀手的事迹后 便找薰儿来 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原来魔神王已经复活了 他们三个接受到委托 来寻找世界各地的冒险者 做成冒险者一起抵抗魔神王 但杀手完全不关心 因为他认为魔神王的复活 并不是阻止 他消灭格布林的理由 旷人见状 只要说出实情 原来因为魔神王的原因 那一代的格布林活动 也愈发的频繁 听到这里 杀手立马改变态度 决定和他们一起前往 消灭格布林 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 他们一起交换了食物 并说出了自己 要当冒险者的初衷 第二天清晨 死人族妖精攻守 杀手利用射箭 解决了格布林门口的看守 之后他们一行来 就想着格布林的新一个老巢 走了过去 在进入山洞前 杀手将队友身上 都涂满了格布林的血液 见妖精攻守十分险气 杀手才解释 原来格布林对气味十分敏感 尤其是对女人和小孩 就用血液才能掩盖 他们本身的气味 之后 他们走进了山洞才发现 这里以前貌似是个神殿 他们还发现了格布林 射下的机关 以杀手的经验来看 这里并没有格布林萨满的图腾 就代表着 这并不是萨满统治的 因为那些机关 并不是简单的格布林 能够想到的 这也说明了 统治这里的格布林 是个更加强大的存在 矿人根据生活经验得出结论 找到了格布林聚集的方向 一路上 他们发现了很多 被格布林绑架 侮辱过的女人 恨得妖精攻守下定决心 要杀光所有的格布林 在到达神殿中心时 他们看到了大量的格布林 为了夺取先机 杀手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的矿人施法 将酒大范围地 撒在那些格布林的身上 女神官在念起咒语 催眠格布林 趁他们熟睡之际 杀手等人立即冲下去 将他们一个个都杀掉 解决完这些格布林后 魔神王的手下 巨魔出现了 正是魔神王派来他 统领这帮格布林的 在杀手激怒巨魔后 巨魔放出火球 想要杀死每一个人 女神官见状 念起咒语 替大家挡了一招 每个人都接近全力地 对抗着巨魔 甚至一刀刀地 砍在巨魔的身上 就让大家以为 快解决巨魔时 布格斯伊的事情发生了 巨魔身上的伤口 竟然可以快速治愈 大家对他的伤害 根本没用 他竟然拥有 快速治愈的能力 杀手在反击时 竟然遭到巨魔的袭击 导致他昏了过去 在女神官叫醒他后 杀手表示 自己看不清了 于是 他服下了治愈药水 以及活力药水 然后拿出带有 转移能力的卷轴 以时间海水扑面而来 在压强的作用下 海水像利刃一样 将巨魔砍成了好几块 这下巨魔 再也无法站起来了 他的伤口 也没法治愈了 其实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这本该用来逃生的卷轴 竟然被杀手 哪来这么用了 而妖精宫手 在这次战斗结束后 也理解了杀手 痛恨哥布林的心情 在温城这次委托后 杀手因为养伤 在家受睡了三天 精神杀手像往常一样 检查着龙场周围 又无哥布林出现 原来女神官因为和巨魔 战斗过的原因 已经从白痴等级 升级到了上一级 黑药等级了 而在公会中 一对白痴等级的男女 因为急到委托 先去治理下水道 谁知道到达下水道的他们 才发现这里 竟然出现很多巨型老鼠 而巨型蟑螂 害得他们二人拔腿就跑 男士还因此丢掉了自己的武器 因为没能完成委托 他们二人没拿到佣金 之后为了能够拿回自己的武器 乃是从公会里 同为冒险者的魔女 借来了蜡烛 这个魔女的身材极为火烂 这件杀手用的转移卷轴 也是魔女提供的 魔女表示 这蜡烛可以为他找到丢失的东西 越靠近失误 蜡烛会散发出越暖和的光 当男士和女士再次来到下水道 随着蜡烛散发出来的温暖 他们似乎找到了丢失的武器 可下一秒 他们就发觉不对劲了 因为越有温暖 就越靠近巨型老鼠 男士猜测 是老鼠吃掉了自己的武器 于是拿起棍子 砸昏的捞鼠 从捞鼠的肚子里 取出了武器就跑 可置地下水道的任务 却还是需要有人来完成 于是在第二天 杀手接到了一封 来自圣女的委托 这位圣女是十年前 击退魔神王之一的人 等级更是高达第二的荆棘等级 他们能到水之都 见到圣女后 从圣女口中得知 一个月前 圣女同事在街上惨遭杀害 最后便有妇女小孩连续失踪 直到一天有人新手 杀死了一只哥布林 城市里的失踪案 才有了眉目 杀手等人听后 确认的凶手就是哥布林 他们再次那些哥布林 是藏在整个城市的 下水道内 然后从圣女的手中 拿到了地图 因为水之都的地下是古城 地下的古城算作遗迹 这也为那些哥布林 提供了住所 所以地下聚集了 大量的哥布林倒也不稀奇 杀手等人来到下水道内 果然发现了很多哥布林 于是一波波的战斗 开始吸来 居然他们以为 终于解决完哥布林时 一艘载有大量哥布林的大船 向他们驶来 船上的哥布林 向他们射出弩箭 好在女神官利用咒语 召唤出圣臂 替大家挡住了射来的弓箭 在咒语失效的瞬间 杀手向哥布林丢出了催泪弹 要进攻之后 精准射击了哥布林领头 狂脸则抛出去时 将那艘大船彻底砸翻 哥布林方惨遭失败 此时水里突然跳出一只爪龙 他撞开血盆大口 咬死了很多哥布林 与此同时 哥布林的救援军也赶来了 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刻 杀手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 她的女神官利用咒语 在找龙的尾巴上 射上亮光 哥布林援军看到后 就会以为是杀手等人 于是他们就会向找龙的方向赶去 这一来 找龙就能轻松帮他们解决掉 哥布林 他们也就无需自己动手了 管这个方法很宁验 哥布林全都被找龙给咬死的 杀手据此推测 这些哥布林不是图生图长的 而是外来的 一定是有人教会了他们驾驶船只 如果是图生图长的他们 不会不知道这里有找龙的存在 所以到底是谁将这些哥布林 聚集于此呢 而且那个圣女也有很多疑点 凭借他们的消息网 不可能调查不到这些情报 虽然说圣女用哥布林落小为由 而搪塞不懈出手 但这背后的引擎那杀手 总感觉有哪里不对 圣女一定隐瞒了真相 在第一次清教成功后 回到神殿后的女神官在泡澡途中 遇到了心中的偶像圣女 两人坦诚相见 女神官注意到圣女全身都是伤痕 圣女解释 这伤痕是十多年前因为失败 被打婚后 敌人所留下的 只有圣女还解释 自己经历了很多 而她这双眼睛也能看头很多 包括有一天 杀手也会在探险途中死去 女神官听完后很是震惊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第二天 杀手他们再次进入地下道 往上游走去 因为上次那些哥布林成传 从上游而下 所以他们判定 上游肯定还有更多的哥布林 为了能够解决哥布林的首领 他们要做的首先就是要避开其他的哥布林 毕竟 擒贼先擒王这个道理 还是很实用的 他们顺着路来到了一个房间内 突然间房门自动紧闭 一股股毒气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 杀手丁马组织全员拿出手帕等物品捂住扣鼻 以此来减少毒气的吸路 随后又让矿人利用法术 将石灰和火山林混合在一起 堵住墙上冒毒气的小孔 然后又用石灯等物品堵住了大门 避免大量的哥布林涌进 不疑惑 门后就传来了哥布林的声音 大家拿起武器准备迎敌 谁知道对方数量庞大 很快推开了大门 大量的哥布林涌了进来 微臭的竟然是体积庞大的哥布林英雄 他的实力远超在场的每一个人 只见他一声令下 双方展开了战斗 但而对方不断有援军赶来 杀手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而妖精宫之后还差点被哥布林把光了衣服 糟糕的是女神官的胳膊 也被哥布林英雄咬了一口 一时间鲜血喷涌而出 女神官还因此昏了过去 杀手见女神官倒下 于是奋起反抗 难和哥布林英雄体积庞大 最终杀手也被打倒了 在看到女神官即将被哥布林杀害时 杀手凭借着最后一次力气 强行斩了起来 拿起地上被哥布林扔掉的头发 使劲勒在了哥布林英雄的脖子上 哥布林英雄几乎就要被他给勒死的 妖精宫的三能剑撞 立即反击打退了很多哥布林小兵 而杀手还不忘顺手 挖掉了哥布林英雄的一只眼睛 其他哥布林小兵看到英雄受伤后 胆怯地不敢伤前战斗 吓得死下逃窜 最后哥布林英雄带着大量的哥布林 负伤而逃 眼看已经击退了哥布林 杀手正在放心地倒地昏迷过去 睡梦中杀手看见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在姐姐被哥布林杀害后 她立即要杀光所有的哥布林 于是梦里的她正在和老师在山洞里训练着 其实这个老师长相 好像有点像哥布林 这次行动最终 她就全员活了下来 在第二天杀手醒来后 圣女前来取关情况 原来因为杀手受伤严重 昨晚圣女启动了苏生法术 此时杀手旁边就躺着光秃秃的女神官 这法术的奇妙就在于 咬合还是未经联系的少女 坦诚相待毫无遮掩地躺在同一张床上 注意 只是简简单单躺在床上睡一觉而已 啥也不用做 这样就能帮助受伤的人恢复体力 其实圣女本来也可以像女神官一样 帮助杀手来恢复体力的 其实圣女小时候出了一些意外 原来圣女早已不是完毕之身 实体人前还是新人的她 曾经深入了哥布林脑潮 不幸被哥布林敲晕了脑袋 因此遭到哥布林群体 三天三夜的搂令 直到今日 她都没能原谅哥布林 甚至内心深处 就惧怕面对哥布林 堂堂荆棘强者 如果愿意的话 那些哥布林根本就有多少 就能杀多少 但圣女面对哥布林 却可以说是毫无作战能力 这件事几乎没有人知道 圣女甚至请杀手 帮助她治愈内心的恐惧 或许 杀手的出现 给了她一丝的希望 最后几人吃完早饭后 要进攻守等三人前去探路 而女神官和杀手 则上街采买装备 几人分头行动 最后在地下到会合 这次他们全副武装 打算第三次 剿灭哥布林 再次来到地下室深处后 针对门的地方 竟然有只大眼睛 但凡有人踏进大门半步 那只眼睛就会攻击 毒青者 为此 杀手等人只要让矿人 施法催眠的大眼睛 难过利用小麦粉 引起爆炸 大眼睛瞬间被毁 而在大眼睛身后 竟然是一面镜子 这是一面具有 转移功能的上古神器 镜子那边生活着很多哥布林 哥布林也是依靠 这魔镜做掩护 才在地下道里 生殖繁衍的 突然 大批哥布林出现 向他们袭来 因为先前已经有了经验 这次战斗他们 无人配合默契 很快就解决了 大部分的哥布林 最后矿人利用法术 将小石头变成了巨石 向哥布林砸去 一时间天崩地裂 地下一计瞬间化为残垣 而杀手等人 利用魔镜转移到了远处 这才保住了小命 在解决完地下道的哥布林后 杀手找到圣女 询问他是否隐瞒了什么 圣女微微一笑 不可知否地承认了 原来圣女早就知道 地下的哥布林 不是土生土长 而是坏来的 他也知道是有人刻意为之 利用哥布林 打死杀戮 其最鬼祸手 就是当初魔神王的手下们 当初有魔神王败北 他们苟活到了水池都的地下道 在地下反咽起了势力 为了不被发现 雇佣了大量的哥布林 为他们打下手 还致使哥布林烧杀抢掠 为他们到处搜罗祭品 其目的很有可能 就是为了复活魔神王 而圣女 如果将实情告诉了上级 上级就会派遣 身为荆棘的他来整治地下道 毕竟他就是守护水池都的神官 可因为恐惧哥布林的原因 圣女只要假传消息 给上级说 是哥布林危害四方 这样一来 他就不用亲自出面 见到哥布林了 也就避免地 再勾起他的上级往事 而哥布林对大部分人来说 确实就是一群 没有本事的渣渣而已 在杀手知道一切后 表示已经完成了 圣女消灭哥布林的委托 所以要离开了 可圣女却担心哥布林再次期待 于是流着眼泪 请求杀手留下 为何堂堂尽其强者 却对迎接高手 表露出这种姿态 原来 在圣女小的时候 被哥布林欺负三天获救时 那个恩人的身影 好像就是哥布林杀手 但杀手却表示 圣女之后 如果还是有哥布林 只退了委托 他还会立马赶来 所有冒险者们 就坐着马车离开了 一行人因为 共同战斗的原因 彼此也更加惺惺相惜 他们叫着回去后 一定要一起去吃冰淇淋 不过他们的旅程 却还未结束 在完成圣女委托 回到农场后的杀手 能就日复一日地 检查着农场四周的情况 他从没有小瞧过哥布林 甚至总有一种 很强烈的预感 哥布林一定会来入棋农场 所有杀手梦到 独自抚养他长大的姐姐 以及可爱的木牛妹 给予时的一切 木牛妹表示 今天自己要去城镇 询问小时候的杀手 想要什么 他可以帮忙带回来 可是嘴硬的杀手 表示不需要 并且还表现得 十分讨厌木牛妹 而姐姐知道杀手 其实很羡慕木牛妹 能够前往城镇 于是 他安慰杀手 即使内心想要前往城镇 也不能用那种态度 对待木牛妹 女孩需要用来保护的 他还劝杀手等木牛妹回来后 要跟木牛妹道歉 如果心生怨恨 就会变成可怕的哥布林 还未成为和哥布林一样 只会虐夺的人 为了安慰杀手 不能去城镇的遗憾 当晚姐姐还为杀手 准备了丰富的晚餐 美食的诱惑 抚平了杀手 不能去城镇的恋相 可在杀手从梦中醒来后 他表示自己 已经忘了姐姐做饭的味道 因为那晚过后 姐姐就已经不在了 今夜目睹姐姐 遭遭哥布林欺负 那一幕 他到死都不会忘记 等到早餐时 农场叔叔劝姐杀手 不需要每天 都将检查农场 可是杀手却坚持己见 认为不能出一点差池 杀手还从叔叔那里 得知了前不久复活的魔神王 已经被突然出现的勇者给打败了 此时的世界暂时安全 不会有什么威胁了 但杀手却认为 没有清除完哥布林 世界还会受到威胁 早餐过后 杀手和木牛妹一起前往城镇 两人兵分两路 约定之后集合 木牛妹去采卖 杀手就来到工会 他从迎记冒险者 长江手那里得知 现在大多数冒险者 都前往都城探险去了 因为那里能就残存着 大量的魔神王手下 长江手表示 这样的委托 他根本看不上 他要为自己而战 其实说到底 他就是探念 前台小姐姐的美色 所以经常没话找话 大善他 说完 长江手就和队友魔女 一起前往水之都的 底下遗迹去了 取完户具后 杀手看到了 同时迎记的重战士和女骑士 正在训练 钢路会的 见习冒险者 他们表示 只有不断练习 冒险者身还的可能性 才会越来越大 杀手难得能够 享受到此刻这样的优先 在得知今日 没有支退哥布林的委托后 杀手本想离开 谁知却在这里 遇见了女神官 此时妖精公寿 等三人也出现了 他们提出要一起吃饭 杀手就要带着木牛妹 一起前往饭局 晚上回家后 杀手拿出圣女 寄给她的信 心里表明 圣女已经摆脱了 对哥布林的恐惧 于是特地感谢杀手 并祝愿杀手一切平安 第二天一早 杀手在了检查农场时发现 农场外 真的出现了大量的 哥布林脚印 她赶紧通知木牛妹 离开这里 可木牛妹却表示 自己不会走 其实 她早就爱上了杀手 也非常清楚 杀手一定会留在这里 守护农场 她不想让杀手 再次成为一个没家的人 所以她要留下来 和杀手一起面对 但杀手表示 这次的哥布林数量巨大 并且率领他们的 可能会是亡级 他们大概是想以农场为据点 解释突袭到整个城镇 而且他们应该会在 今晚或者明晚进行偷袭 由于杀手 闪于暗杀 只要置在山洞内 解决掉100只哥布林 都不成问题 可现在 是室外 这并不是杀手擅长的作战区域 更糟糕的是 现在通知政府和警察 已经来不及了 况且他们也不会相信 自己说的话 甚至 还会嘲笑自己惧怕 最弱小的哥布林 所以杀手 立即跑到工会 说明了农场外的情况 其中大家都不以为难 但听说可能会出现 哥布林亡时 很多人都蠢蠢欲动了 长江手只是跳出来表示 这是杀手的委托 所以要杀手支付相应的报酬 回了农场 杀手表示自己愿意奉赏一切 包括生命 前代小姐姐跟杀手关系很好 她表示工会负责的判定 这是委托不同寻常 所以每只哥布林 恰值一斤快 长江手见前代小姐姐已经出面 必须表示自己愿意帮忙 并不需要任何报酬 事后记得请自己喝一杯 有了报酬后 整个工会都动员起来 因为长江手的原因 其他各种等级的农场 纷纷加入了进来 场面十分壮观 因为之前早有部署 在哥布林小兵杀来时 农场者们轻松应对 耐用哥布林数量举增 农场者中也有几个人 不幸遇难 但好在大家团结一致 很快就达到了 哥布林小兵和骑兵 可突然出现了几只 哥布林英雄 很显然这样的对手 已经不适合 普通农场者打斗了 于是身为 应急农场者的长江手 魔女 重战士和女骑士等人 纷纷上前 逐一对战哥布林英雄 而杀手调定哥布林王 此次的剑偷袭失败 一定会弃军而逃 于是他早在别处 等待逃跑的哥布林王 果然哥布林王 丢弃盔甲的娇嚣者 在抓几个人主女人 回去繁衍后代 切实在带领这些后代 再来讨伐人类 只是他没想到杀手 早已等候他多时 两人对峙一会 就开始了战斗 杀手灵活应对 哥布林王的袭击 甚至刺伤了哥布林王的肚子 但对手毕竟是哥布林王 不疑惑时间 杀手还是败下阵来 就在哥布林王要杀死杀手时 女神观念之咒语出现了 他用法术召唤出两面圣臂 将哥布林王死死夹在中间 裸入在哥布林王肚子外面的那半块刀柄 在圣臂的作用下 全部刺激了哥布林王的肚子里 就在哥布林王要被圣臂夹成面柄时 他看着女神观留下的眼泪 最近念叨着 他再也不做坏事了 这次回去会隐居三菱 会不会出来害人的 到了他这个等级的哥布林 已经开始会用感情来煽动勇者 就在女神观回想着 以往哥布林是怎样威非作歹时 混到的杀手站得起来 他表示哥布林王是一只坏石作剑 保护心极强的人 所以一定不能放过他 于是 他拿起手中的刀 将哥布林王的脖梗给割去了 他有一百种理由可以放过哥布林王 但却只要有一条理由就足够杀死他 那就是谁让他是 哥布林呢 哥布林王伸手一出 倒地而亡 经过一夜的战斗 大家都生活满满 地上到处都是哥布林的尸体 这次战斗也让冒险者们 认识到了哥布林的恐怖 极危害 于是公会的每个人都不再侵蚀哥布林 而猎杀哥布林的冒险者 也不再只有杀手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因为在其他地方 仍旧还有大量的哥布林存在 所以杀手的任务还在继续 只是现在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或许有时间可以去聊聊圣女 最一下女神观 或者木牛妹了 毕竟在最后 女神观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就会想要杀手脱掉头盔 终于到现在 也才知道哥布林的长相 原来 他长得竟是奴子帅气 这个凶 哥布林杀手目前已经处于完结状态 而下一期如果还更新的话 估计也很难看到哥沙的脸蛋 漫画没有全看完 但我还是可以说 尺度有些超出想象 整个动画下来 你会发现所谓的哥布林 是个扭曲黑暗的种类 但其实人类也似乎好不到哪里去 迎接冒险者足以对付哥布林英雄 可是这类等级的哥布林终究 相对是比较少见 随着可见的哥布林 还是那种最弱小的存在 但是一只不可怕 十只百只 却可以对弱小的人类 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就像哥沙小时候 亲眼目睹姐姐 被哥布林侵犯之死 对于猎杀这些最弱的哥布林 报仇往往一直都是低到离谱 所以更没有人 我却愿意接这个委托 哥沙被人嘲笑神经病 只杀哥布林的时候 他即便不愿意去争论 可或许内心 还是很难受吧 他总不能大声喊出 自己姐姐被哥布林侵犯 所以他要复仇这种蠢话吧 哥沙没有太多的天赋 能够成为引擎冒险者 一切都是因为心中的那一套执念 而哥沙繁衍能力的强弱 虽然是他们的基因问题 但因为没有雌性 在设定上 只要是雌性的生物 他们都可以拿来做生殖工具 其中最喜欢的便是 人类女子 如此而趣味的生物 没有找到灭杀 反而像蟑螂一样 另有其繁殖 只要出现英雄和王级的存在 拍出强者见面一下 至于那些落小的哥布林 绝大多数冒险者都不屑出手 那么问题来了 落者要由谁来保护 人心是否黑暗 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但整体看下来 葛萨的动漫画 还是以看得舒服为助 毕竟那些充满暴力的画面 完全是一种另类的视觉体验 我前面的言论 只是习惯性的看看故事的隐喻 好看这些不谈 这部动画绝对 是可以从头刷到尾的佳作 好看 全篇的角色没有名字 只有用职业来划分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 你们最喜欢哪个角色 少年最喜欢胜率呢 绝对不是因为我是老蛇批 毕竟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开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么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自然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